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一根长围L,界面半截是A的螺线管,单位长度共有N扎, 求距离左端低远处一点的磁场,就是说我们有个螺线管,它是横的,我们看看底下有没有图画出来,螺线管,这是螺线管,长是L, 半截是A,单位长度绕了N扎,每一扎的跌就是I,我们要求距离左端低远之处,这一点的磁场,我们要求这个里头的磁场,距离左端低远之处的磁场, 好,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当做,这个上面的电线,它一扎接着一扎,扎非常的绕得很紧密了, 我们就可以当做是,好像是每一扎好像都是封闭一样,每一扎都有I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好像说这里好多好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线圈, 这样的线圈你看一个圆形的线圈,在距离它走Z远之处产生了磁场,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这个题目吗?一个半径为R的圆, 在它中心垂直走距离球星Z远处的磁场,我们做过这个问题对不对? 得的结果是这个,我那个时候就告诉各位,这个结果要记起来, 因为它有时候可以当做一个基数来积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电流分布在Z远处产生了磁场, 是等于这个Z的方向,好,现在我们就说,现在的情形是这个样子, 这个螺线管,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取一个宽是在Z远之处, 取一个宽为DZ的一个圆圈,上面当然,因为它都是一圈一圈的电流组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上面就会有所谓的电流基数, 我们认为Di,Di,去环转的电流基数,Di,它就是,因为它单位长度是N磁, 单位长度N磁,每一磁是I,那就是单位长度的电流是这么长,是这么大, 那现在总共是多宽呢?DZ宽,所以Di是等于这个值, 好,那么这个作为电流的基数,那么在这个地方, 距离它Z远之处,它产生了磁场,就可以带这个了, 这个用Db来带,这个I呢,用Di来带,这个R半径, 这个我们现在半径是A,OK,它的半径R,我们现在都改成A, 其他都一样,Db就等于这个,方向是Z方向, 每一个,你跟这个取好多技术,方向都一样,所以方向不变, 所以P点的磁场呢,就可以把Z提出来,积分, 积分,你要Z要积到,好,Z呢,从这边开始, 开始,负低,我们把这个当做0,这里是负低, 这边是L,这边是,这边就是Z,就是Z,这边就是Z,OK,是这个, 它从负低,这是低,一直要积到这边呢,这边是多少呢, 是L,减低,从这里开始,整个长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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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这个我们记过很多次,要记住 因为这里头的Z是变数 这种积分不好记,我们把它改成θ比较好记 θ,我们就看这个三角形 Z,Z就是看这个三角形 Z,我们知道Z比上A,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位置,我们这样子看 因为它这个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R,这是圆形 圆形,圆形 这个角,这条形跟它的角是θ 所以cortingentθ,就是0边比上对边 0边比对边 所以Z就等于A,cortingent Cortingent就是Z over A 这是A,0边比上对边 Z就等于这个 DZ是等于这个 我说过你这个积分 Cortingent的积分等于-cortingent平方θ,dθ 这要记忆计 用的很多 然后A平方加Z平方 这个平方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A平方提出来 E加Cortingent平方 只等于Cortingent平方θ 这个都以后常用的 所以要记忆计 那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DZ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那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积分 你看这个 其他的我们都提出2 分成μ0nit出来 然后有个A平方摆在里面 DZ A是负的这个 Cortingent平方θ,dθ 这个只等于 A平方Cortingent平方θ 它是2分之3次方 所以就变成3次方 那A就约掉了 还剩一个Cortingent Cortingent的导数就是sinθ 这个积分就变成Cortingθ 你把这两个带进去 结果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那么再恢复原来的 Cortingentθr Cortingentθr P点的一个连线 跟轴的夹角 Cortingentθ 就是等于这一段长度 比上R 那么这一段长度就是L-Z 这里倒是L-Z 那这个 用B-Z Cortingentθr 2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那就是这个 Cortingentθr 我们角色举在这里 就是这一段 比上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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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段长度就是D 那这个长度就是D平方加A平方 该更好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B长就等于这个值 B长就是这个值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P点 这是P点 就是说里头任意一点 它距离左端 是低远之处的这一点 它的磁场是这么大 方向是朝Z的方向 那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这个P点正好在中央 在这个螺线管的中间 那就是D 要等于二分之L 好 那我们看 在中间 D在中间的话 那么它的值应该就是 两倍的 两倍的这个值 这个 两倍的D 这两倍的D 就是两倍的这个值 不过这个L 不过你这个L不是用L 我们D的二分之L 好 我们这里 因为现在这个 它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Z 它是等于二分之L 二分之L 所以 就是两倍的 这个换成这个 那这个里头的L 换成二分之L 不是L了 L就是说你原先在这一边 所以你从这边一直记得L 就是L 这一端 那现在我们 这个在中间 这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画一画 就可以变成这样 所以中间的这个磁场 P的在中间的话 是这么大 如果 又是中间 而且螺线管非常的长 长的话就是L 远大于A L远大于A Mu0Ni 你看 这个结果就跟我们前面讲过 里头一点 中间一点 尤其我们普通物理就是讲这个 中间一点的磁场 就是这个 中间 如果P点是在这个一端的话 一端的话就是 接着在这里 D等于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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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D 等于0 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0了 这个分数就没有了 这就变成L over L平方 加D平方 就等于L平方 加A平方 上面是L 就变成这个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 我们现在 这是一端 如果是长螺线管的话 如果这个螺线管不是像这个 有线长 无线长 那这个也没有了 那就是L开出来跟它约掉 变成这个 你看 这个值跟这个值 是中间的 是中间的 长螺线管 中间的磁场 这是长螺线管 L元大于A的时候 旁边的磁场 两端的磁场 两端的磁场 就是中间磁场的一半 它的磁力线是这样子画了 两边很稀疏了 当中很紧密了 所以记得这个 当中的磁场 是两端磁场的两倍 或者说 两端磁场是当中磁场的一半 这个结果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好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一个螺线环 这是螺线环 Solenoid 总共有N扎 每一扎都有电流I 每一扎的电流都大 一共是大N扎 内外半径 分别是A跟B 从这里到这里是B 从这里到这里是A 求螺线环 在空间产生的磁场 它这个空间 我们大致可以分成 这个里头 就是半径小于A的 还有一个半径大于B的 我们算是第三个 小于A的是第一个区域 还有就是介于AB之间 就在这个当中的区域 好 我们现在 就是把这N扎的电线 当作是缠绕的 非常的紧密 一扎接一扎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每一扎 当作是一个封闭的 当作是封闭的线圈 OK 封闭的线圈呢 它产生的磁力线 我们知道每一个线圈上的磁力线 磁力线都是封闭的 就像这个当中 我们随便找一圈 随便找一圈 它的电流 从这里进去 从这边出来 你看这个电流就是这样的 从这样出来 这里进出来那边进去 所以下边出来上面进去 这一圈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一圈的磁场呢 这个磁力线 这边的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靠这边的磁力线是这样子回去了 那么其实当中的磁力线 你可以当作这样 如果你这一圈 接一圈很紧密的话 那这个磁力线就是在这个 线圈的中心过 整个来讲就是切线的方向 切线的方向 里头是这样的方向 就是B2 外头呢 外头呢 B3 是这样子的 里头 里头也是这样子转 所以B1是 B1 也是这样子的 B1 B3 都是这个方向 然后B2是这个方向 然后B2是这个方向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B1 这个当中的叫B2 外面的叫B3 所以我们现在用安培定律 来求这三个 因为像这种问题 你Build Savva Law 完全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就是用安培定律来处理 安培定律 我们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区域 我们都是取半径为Road的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是这样子 这个圆圈是这样子 外面的这个路径也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路径上面每一点 看这个电流的分布都一样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B场都一定是常数 那我们取DL的时候呢 就顺着B场来取 再B1 我们就取DL是这样 B3也取DL是这个方向 B2就取DL是这个方向 这样子 总统认识 这个是平行 这个是常数 所以 左端不管是 不管你是B1 B2还是B3 都是这个值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右边 Mu0 I Enclosed 路径2 路径2 路径2在这里 路径2通过的电流只有里头这个通过 外头没有通过它 里头 它总共N扎 它是这样出来 所以它 从下面 穿到上面 是 NI 所以 这两个相等 那 B2πr等于Mu0 NI 那 等于 这个值 那N over 2πr就是它的平均诈数 平均长度的诈数 单位长度 平均长度 单位长度的诈数等于这个 其实我们以后要算这个词能要用B长的时候 我们是用这个值 现在好记我们就用这个 其实这个值并不精确 并不精确 你这个rho 有长有短 这是平均值是这样的 我们用平均值比较好记 所以B长就等于5 因为它是5的方向 这个是这个方向 这是Z轴 这是5的方向 等于Mu0Ni 其实以后我们要用这个值 B长要用这个值 这是中间B2 B1跟B3 你在这里做一个封闭路线 没有电流传过它 你这里做一个封闭路线呢 出来是多少 进去就是多少 这里出来从这里进去 等于没有电流传过它 所以也是0 于是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得到B长等于0 OK 这个B长等于0 你不要马上说 这个是等于0就等于0 我们已经讲过好多例题了 也说二拍不是0 若我不取它为0 但是这个一定很等于0 那就是B等于0 所以里外这个路径 B长都是0 就当中是 所以罗线环的磁场 就是在这个里头 是等于Mu0Ni 在外面就是这个 要注意哦 这个N呢 它是等于大N over 2拍Row 以后我们求这个磁能的时候 要用这个做 好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往下讲 好 我们现在看 静词学与静电学的比较 我们刚刚讲的是属于静词学 比如说有Build Subur Law 有Ampere Law 那么以前静电学 跟我们现在的基词学 都有我们做一个比较看看 在静电厂里头啊 我们讲了两个 一个高斯定律 一个就是静电厂的旋度等于0 静电厂的旋度等于0 因为静电厂它是发散的了 所以它就没有这种 温旋的这种特性 那这两个式子 在静电学 属于静电学的Maxwell Equation Maxwell Equation 如果知道这个圆区 它的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然后在我们都是当做 就是说在远处看电荷的分布 有限电荷的分布 都是点电荷 所以很自然就把 无限远的地方 电厂当做是0 作为它的边界条件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用来计算电厂 静电厂 那么这两个式子呢 它就含有 它来源就是库仁定理 里头得到电厂 然后电厂 好多个电荷 电荷同时在电厂 产生电厂 我们用的是重叠原理 所以这两个式子 就含有库仁定律 跟重叠原理的一切资讯 然后静磁场的闪度呢 是这个Divergent B等于0 因为它是南极跟北极 都是永远在一起的 永远在一起 所以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磁通量一定是0 那因为它是0 所以我们就 它没有闪度 所以它一定有旋度 那我们也证明出 Curl B等于μ0J 这叫安培定律 这个是磁场的高斯定律 那这两个式子呢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 圆区的电流密度 然后再配合 也是一样 在无穷远处 这个磁场 当作是0 这是边界条件 因为你电流密度 总是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对不对 你产生的磁场 在无限远的地方 一定是0 那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用来计算磁场 我们用这个都可以算磁场 这两个式子 基本上它就是由 什么来的呢 Build Savalot 它起初还是有Build Savalot 当然还有重叠原理 跟这个一样 从这里得出来的 这两个是静 这个是静电厂里头 很重要的式子 这是静磁场里头 很重要的两个式子 就是这一对 这两对 这两对就构成了所谓的Ampere Maxwell Equations 再加上这个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当作Lawrence Force 也有的书上就是把这个才是Lawrence Force 总而言之就是在电厂跟磁场的时候 一个移动的电荷会受力 结合这个就构成了所谓静磁 静电厂 静电学与静磁学里头最完美的陈述 就是说这个非常完美了 就是你 比如说我当年在念书的时候 五六十年前是这个式子 现在隔了那么远 还是这个式子 这个没有 你没有办法多加一点 也没有办法减少一点 这是静电跟静磁 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完美的 然后由这个式子我们知道 电力线是发散的 就是从正电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 这个就是电力线 这是电力线 电力线就是由正电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 那这个就是电力线 你这个电力线是封闭的 封闭的 OK 不管你是指导线 还是环转的封闭的 线圈 它产生的这个磁力线 都是封闭的 这我们已经看过了 对不对 电流流动的方向 跟磁场的方向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用右手定折 大拇指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小拇指弯曲的方向 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然后这个告诉我们 Divergent B等于0 就是说磁的两个集 永远同时存在 你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磁单集 然后呢 电力跟磁力相比 那电力比磁力要大的很多 原因就是说 这两个 库伦低律里头有4π ε0分之1 这个 它的 集数是10的-12磁方 这在分母 这个 数量集是10的7磁方 在分子 它就差了10的5磁方 所以这个 磁力 电力要比磁力要大很多 由于磁场的闪度 我们现在要看 因为磁场的闪度 处处为0 这个很等于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 说 B 场 它的Divergent等于0 它一定可以写成某一个向量的旋度 因为某一个向量的旋度 再做一个闪度 一定等于0 这个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你就用这个迪卡尔坐标去好了 你迪卡尔坐标先算一个 用横等式把query A 写出来 然后算出来以后 再做个Divergence 那么 B 场 因此可以写成某一个向量的旋度 这个向量呢 我们就称为是Vector Potential Vector Potential 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的静电场 静电场的Curl1等于0 所以我们就推测它一定会有一个Potential Scalar Potential Scalar Potential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Vector Potential 不过 这个Vector Potential 不能单单就说由这个来决定 不能由这个式子来决定说Curl A 就是B 场等于Curl A 原因就是说 假如我另外还有一个跟A不一样的向量长 它是等于A相当再加上一个存量的Gradient 我们把这个式子 你取一个Curl 还是0 因为Curl Gradient也是0 所以说 这个不是单单这样子就够了 因为A如果A如果是A pram的话 A pram还多了一个这个 也算 那么 那么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Curl A pram 等于Curl A 再加上Curl Gradient 5 那这个Curl A 这个一定是等于0的 这个是0 你可以去算算看 这个0 好 那么 所以 这个也是0 也是0 就是说 你是这个值也是0 那就是 还是这个东西 所以 但是你这个A 它就是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说 因此要为相当A 立下一个独特的定义 除了B要等于Curl A之外 我们还要选择一个这个关系 就是Divergent A要等于0 当Divergent A等于0的时候 那么B长才是等于A的旋度 所以我们由Curl B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值 Curl B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Curl B就是这个值 对不对 B又等于Curl A 我们现在把这个 你看 如果我们只选择这个 那你看 Curl of Curl A 按照它的向量很等式 它是等于这两项 等于这两项 如果我们选择 Divergent A也等于0 就是说你 这个B是等于Curl A之外 我再选择一个Divergent A等于0 那么这个式子 这个式就是只有等于这个式子了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什么呢 Fu的Laplacian A向量 要等于μ0J 我们把符号拿过来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我们选择以后这个 选择了Divergent A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用Curl A等于B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Laplacian A等于这个字 等于这个字 因为这个是什么 向量 我们在第一章就讲过 这个是向量的时候 在笛卡尔坐标 我们应该学成这三项 对不对 它有这三个 就说这个是等于这个 这是X分量 这是Y分量 这是Z分量 以上每一个存量式 这都已经变成存量式了 都是Positive Equation的形态 就是以前我们在算电位的时候 这个形态 当时电厂它是用电荷弥度 现在的磁场我们是用电流弥度 非常类似 就是说这两个形态非常类似 那我们说你这个式子 到底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说 你有一个圆区 上面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那么距离这个S远的地方 距离这个电荷密度 这个V就是说 这个V 这个S我们要用这个坐标 那么O点是我们的坐标圆点 O点到这里距离是R' 然后到球 电位的地方就是VR 那么你取一个R' 那么你取一个R' 到这一点的距离 叫DV呢 它的距离是S 是从这里来的 对不对 我们从这里可以求电位 电位然后求电厂 然后得到这个值 同样的道理很类似的 我们说这个式子 它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倒出来 你看这个非常类似 对不对 这个是以前的 功能定律里面的这个常数 这个是Built Server Law里面的一个常数 这里是用电荷密度 我们这里是用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它就是说这个可以从这里得到 那现在我们如果这个式子 用细导上的电流 这是J 用J 如果我们的电流 不是一个Volume Current Density 它是一个细导线上面的电流I 或者是一个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K的时候 我们这个式子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I的话就是这样子 因为IDL等于KDA 也等于J层D套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说这个叫做向量位 向量位 就是说由Current Density产生向量位 这是由电流产生向量位 这是由Current Surface Current Density产生向量位 这个我们都要设计 尤其是这个式子 我们等等就要用这个式子 制造电流要求向量位 有了向量位我们就可以求磁场 好 现在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求向量位的例子 这里是一个无限长的细导线 上面的电流是I 那我们现在要求距离这个细导线 R远处有个P点 这个P点的向量位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把那个冷气关掉一下 好 我们刚刚讲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现在就要用到它了 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看 向量位A的方向 就跟DL的方向一样 就是说你现在 你要用这个式子 一定要取一个DL 就是电流激素 电流在这里 那你这个电流激素 我就在这里取一个DL 那DL取哪里呢 你要告诉人家 它的位置 要表示它的位置 一定要有一个坐标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设一个Z轴 这是它的圆点 DL就是在圆点下方 Z圆之处 有一个长度DZ 这就是DL OK 好 因为上面这个式子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向量式子 这是一个向量 如果说 A会因为它的方向变动而改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方向 就是说这个方向 这个DL 就是说A会因为DL 而改变方向的话 那你就不能积分了 因为这个积分号里头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就要先看一看 DA到底是什么 DA就是这个 微分一下 两边微分一下 就是这个式 那我们就看这个DH跟DL同方向 这一点 我们取一个 我刚刚说取一个DL在这里 我刚刚说取一个DL在这里 好 那么DA呢 它就把DL 但就是Z乘DZ 方向为固定 好 我们现在就算这个字 因为 你 Z的方向 永远不改变 就是说你这个DL是DZ DZ的方向 DZ总是在这个Z轴上 它的方向跟DZ的方向一致 所以这个就不改变方向 那就Z可以提出来 这个常数也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字 好 现在我们说 你DZ 取在这里 这个是S 那 Z当然是一个变数 当它改变的时候 S也改变了 所以这两个都是变数 我们必须把这两个变数 变成同一个变数 好 那我们就看S S S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Z 这大小的平方 加上R平方 再开平方根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 DZ从-L到正L 因为有logger 你不好用这个无限 我们就加定这个很长 底下从-L到上面正L 你这个积分积出来 就是logger这个值 然后把上下线带到Z里面来 它就变成这个值 这就是AR A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 我们就等于说 我的圆点取在这里 这就是R R圆 OK 这一项 其实这是无穷大 大很多 所以这一项 比一小很多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展开 你看 这就等于1加上2分之1 这个 这个也等于1加2分之1 这个1跟1约掉了 然后这是2分之1的这个值 这也是2分之1的这个值 你看这个展开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1跟这个1约掉了 分母就剩下这个 分子就是2加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再化解一下 就是把这个乘上去 最后呢 或者就是说我们 这是2嘛 就是 这个是 将来这一项跟这一项 约掉了 那就是 这个 over这一项 就变成这个值 所以A 就等于Z AZ 就是说 A值是这个 但是它只有一个分量 就是Z分量 就是这个值 适中AZ 就是代表 这个值 那现在我们算出A来了 A只有Z分量 那我说这个P点的磁场 我就可以由A算出来 B点的磁场 B就等于Curl A 那我们用圆柱坐标的式子 把Curl A写出来 这个就是AZ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那这个行列是呢 我们知道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就是这个 R分量 R分之一 Partial AZ over Partial Phi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分量 这是负的 Phi R R 约掉了 Partial AZ over Partial R 那我们现在把AZ 带到这两个分量里面去 你看这个 这是AZ 没有Phi 不含Phi 所以这项就是0了 只剩下这个 AZ 把AZ带进来 对R做偏微分 对R做偏微分 就是这个 R 这个 这偏微分的结果 这项微分就是这个东西 Rho 就是这个分子一 再微分这个 如果R平方 原小于L 本来就原小于L R平方 R平方 原小于L 就是这个值很大很大 那E就可以忽略而不计 就是这个比上这个值 化解一下就是成为这个 你看这个就跟我们 You build suba law 直接求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